朋友们好,本来想消停一会儿了,不再传节目了,结果呢,是好消息来了 我就给朋友们稍微汇报一下,是什么好消息呢?先卖个关子,等会给朋友们再说 我在今天早上一起来做的那期节目里头,给朋友们就是报 北顿约斯克的平安嘛,说那地方 蜀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给敌人造成了 相当惨重的损失,那到底损失有多么惨重呢? 当时我忘了说了 就是毁掉了敌人5辆坦克,10辆装甲车,4辆普通汽车 这4辆普通汽车是什么,大家想象 我也不知道,当然这只是在北顿约斯克保卫战 差不多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战绩吧 至于其他地方的战绩,给朋友们也说了 就是在赫尔森地区,人家打落了一架苏35 是用米格29打落的,稍微往前倒一倒 给朋友们也介绍过,就是在哈尔科夫地区,人家打下了一架 卡尔52,等等等等的,但是所有这些战绩呢,都不如今天 我现在给朋友们说的这个战绩大 这个是什么战绩呢?就在东巴斯地区啊 乌克兰的炮兵部队远程炮击了敌人的一个指挥所 指挥所里呢,有20多位俄军的高级将领 就是高级军官吧,在那个地方做 就是这种战术的各种研究啊,或者是 情报的处理啊,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到底打死的这些是什么人呢?现在还 没有完全获得信息,但是呢,有一个人已经搞清楚了 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 多西亚加叶夫,因为俄语呢,就是 阿里克森德拉 大西亚加叶夫 这个人 相当年轻的,看上去可能还不到40岁吧 相当相当年轻,而且相当相当能干 而且就是多才多艺啊 他就是在俄罗斯的各种军事类的这种比赛当中,经常拿冠军 而且呢,他喜欢唱歌 他的就是崇拜偶像 叫做Roseph Copson Roseph Copson是个什么人呢?这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俄罗斯的那个一级演员吧 就是跟咱们泽业是同好嘛 但是这个人呢,跟咱泽业呢,是 仇人,为什么是仇人呢? 这个人呢,他也是乌克兰人,他出生在洞巴斯 出生的时间是1931年9月11日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死亡的时间是2018年8月3日 当然,这个Copson先生,他肯定经历了2014年以后发生在乌克兰的所有的事情嘛 比方说克里米亚危机啊,洞巴斯危机啊,等等等等的 他虽然出生在乌克兰,但是呢,他是挺俄的 他一直公开宣称,说克里米亚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就是洞巴斯,也属于俄罗斯 这个人就是在 维基北科上介绍的篇幅相当的大,我就不说了 省得他把咱们今天的主角 亚历山大多西亚加耶夫 这个人给充淡了 我们接着来说亚历山大多西亚加耶夫吧 亚历山大多西亚加耶夫啊 他是一个中校 他是俄罗斯第104空中突击营的营长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军事单位,他主要是营级战斗群 营下面他也有一些,营上面他也有些说法 但是他基本的作战单位就是以营为单位 这也是他们现在的国防部长邵毅谷的杰作嘛 很遗憾啊,他这么有才 这么年轻,这么有作为,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校官 冉冉升起的一个校官 很可能在困上两年,东巴斯打上两年 如果俄罗斯哪怕不胜不败,他可能也会提成将官 因为别人将官都死了嘛,他总得往上提人嘛 俗话说,一将功成万国库啊 这万国里头就包括自己人嘛 现在,咱们这位亚历山大多西亚加耶夫啊 他死掉了,他就成为那万古当中的一块骨头了 就是一堆骨头吧 然后呢,踩着他上身的,还不一定是他的战友 很可能是乌克兰人 那乌克兰人建功了嘛,当然 也要论功行赏 乌克兰呢,就然然升起了一个一个的这个群星 就是踩着俄罗斯入侵者的尸骨,升起来的 降星 好,朋友们呢,看了我这期视频 可能又该多喝几杯了吧,反正小心点 别喝太多了,以后好消息还多着呢 好,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